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有时更重要的是墙 瓦气够不够 如果瓦气够 气氛好 其实回调幅度应该不会太夸张 不如和大家看看最新的资金流向 截至最新上星期三 如果我看Jeffries给一个数据 我也是 同一个sauce EPFR 这个是权威的数字 其实我看到很多钱依然流入股票市场 对 不过金额比起再之前的星期就缩了很多 因为再之前的星期我记忆中 环球股票基金流入差不多有680亿美金 是创单周身高 但是上星期缩了只有30多亿 Debbie姐是做了功课 对 我需要害怕吗 不需要害怕 其实我们看看资金流 其实很清晰 疫苗去年一出 资金马上再加速入股市 开始买一些旧经济 大家可能都记得 其实没有停过 记得大家解读这个资金流 那个报告 每周报告 真的不需要太介意 这个星期和上星期差多少 不要紧的 我只要看趋势 这个趋势 很重要的 我看趋势仍然在走 不过刚刚这个星期 美股买少了 就是轻便宜了 所以觉得没有买也不要紧 不过我反而想和观众 看看右手边这个图 这个图是挺特别的 最近我新做的一个图 就是看看资金 我们看到买股 入股市 但可能很多观众 是什么 我不觉得 在买股票 因为拿着自己的好像 不是买我的 其实买什么 红色那条线就是说 原来那些钱主力是买 我们叫价值基金 就是进去就买 一些旧经济股 原来 你看新经济是怎么样 黑色那条 上上下下下下下 都不动 那就是说 其实资金很清楚 就是正确 入股市 但是主力是买旧经济股 甚至有部分新经济股 获利 就转到旧经济股 这样玩法 那我说的 其实有机会这个trend 就持续了 那我就比较担心了 因为我见 有时你看新经济股 就看完環球最大市场 一定是美国 那你见到那些纳指 其实都是 上过去今年高位 差不多那些14,170多 然后回过来10多 然后又回上去 大概13,000多的那些位 其实它不是回了很多 但是我们恒指这边的科指 就回得夸张了 正版纳指可以 港版纳指就 然后又 就差一点 那怎么拿捏这个气氛 首先这样 今次刚才说过 新经济股回落 不是单单中降 我们是讲一个全球性 就是一个 怕资金成本会上 所以一众的新经济股 受压 很多时候 那些环球性的沽货 那些资金通常会这样 留下最大龙头 留下最厉害的市场 最后才沽 通常沽了周边的那些 那你港版纳指 不是正版 那自然是真的 是成为了一个沽货对峙 所以如果我们看回这个表现 我们曾经很厉害的 港版纳指 去年低位的时候 跑赢纳指多厉害 那就跑输了 其实区内也是 韩国那些都没有跌得我们这么伤 其实为什么我们这边是受什么因素 影响是跑输得这么厉害呢 其实就有作为了 行指公司为什么呢 大家可能都会记得 我们讲的 班纳指其实转成的股 都转得很密 那很多时候转的时间 那些股上了去 大隻了 就放进去 大隻了才放进去 那现在就 有这样的问题 有一个很重要 即是很基礎的问题 就是 原来是很贵的 我们的港版纳指 怎样贵呢 那我们可以看下一张图 都很清楚了解到 我们的港版纳指有多贵 那港版纳指 其实就不是出了很久 那我们都尝试用一个市盈率去看 好啊 那因为它去年7月才出 那数字上不是太多 那我看回这个图 发觉 原来港版纳指 这一刻 2021年的市盈率 原来超过40倍 我想都很夸张 升起来就没所谓了 一百倍 不管了 我之前试过 整个指数 当然各边有些股不止的 外卖仔那只 当然 几百倍 更加不止了 但是呢 现在这个数据40倍 比起纳指 今年呢 现在大约30倍左右 本身比较贵的龙头 本身比较贵 那真的没办法了 所以呢 其实压力都相对都算是大 所以这次你看到呢 我们这次港版纳指 那跌幅呢 都真的挺惊人 还有呢 刚才你说的那46倍呢 其实之后呢 又再製造一些呢 那PE又可能又贵一些 比较高的那些 是的 不断的变化呢 其实都挺难去计算这个数 现在